引起方面专家示警 这周五大台北地区不排除出现39度以上的极高温 另外也有气象粉砖指出 海温也直接攀升了 台湾被温暖的海水包围 导致陆地的气温居高不下 绵密雪花边一片片跑下 撒上配料 炎炎夏日来一碗透新凉 不过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想消暑气恐怕没那么容易 3号一早北台湾燕阳高照 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特报 全台一半以上线市亮起橘色灯号 然而最热的时机点还没到 旧气象专家预估太平洋高压牺牲增强 最显著时间点将落在七月五号六号两天 到时候大台北地区不排除出现 三十九度以上极高温 这一周的气温普遍上都还是比较偏高 大概都是落在三十三到三十六度 今天我们是预估在中南部地区 有机会有局部三十七度以上的高温 那另外就是在五号跟六号 其实我们预估就是在大台北地区 也有机会有局部三十七度以上的高温 看看未来几天都是炎热天气 最高温落在三号及五号 分别是南部与大台北地区 上看三十七度以上 而周三各地区留意 五后雷震雨 周四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 雷雨区范围缩小 但到了周日又会恢复五后 短延时强降雨的天气形态 气象粉砖也指出海温连日攀升 台湾被温暖海水包围 导致海风调节 作用不明显 陆地温度将持续居高 附近的海温上算是比较偏高的 高温的其他的原因 其实也不只是海温的调节 今天其实是比较偏东南风的情形 所以在被风的像南部地区 就比较普遍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温 出现的情况 当然另外还有像热岛箱 也有可能造成较高的一个温度 气象署预测天气只会越来越热 外出务必防晒补水预防中暑 记得周知一生的台湾被搜到